南投县议会一直全今日召开第十九届第二十二十三次的临时会 今日也进行审计式针对南投县110年度总决算审查报告 极限议会三读会议案第一读的议程 议长和顺丰在听取审计式报告后 首先感谢县府团队在有限预算下 为南投县做出许多立民建设的用心 也期许县府团队能够针对审计式的建议事项来进行检讨改善 并且持续地争取建设南投县 以提升鲜明的幸福感 现在管务团队在一旦的议算来 也要得益人的改善我们管务的财政 还有本来我们基础建设给社会合余的政策 要有积极的推行 我们正对现在中国选的新的报告所提出的报告意见 也希望我们管政府可以切实 监督和改善 有效的持续国行的行政业务 正主要成就的建设经费 延续创造南投县的幸福感 针对审计事报告内容 先员赖燕雪针对县府经费保留款 于四年未结清 县府是否能够提出有效的改善方案 或是配合县府计划再做调整才可以提升效能 那我也是借这个机会要了解一下好几个案子 我们县政府到底有没有面对 尤其审计报告有报告到说 我们的专案保留数预打两成 尤其是应支付的款项到现在都没有给 那我想要知道数有哪几件 那到现在我们这些经费保留款已经四年以上 而且未结清 我们审计报告长也有提到 未结清的话 县政府有提出什么改善的方案 或是配合县政府的计划再做调整 那这样子我们的效能才能够落实 议长何顺峰表示 县议会依照职权召开第22、23次的临时会议称 也希望县府团队针对议员同仁建议案 可以用心的审议检讨 为县民的福祉来共同努力 记者陈伟一南投卿议会采访报道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